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有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你美国人凭什么想要见习近平 凭什么给你见 今天会跟大家聊一聊法国最新的消息 以及俄罗斯最新的消息 各位就知道美国人凭什么了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一下,现在美国的媒体最兴奋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啊,中美领导人会面 而且这个华盛顿邮报报道称啊 这个已经开始,美国已经开始就中美元首的会晤进行规划了 而且相当确定了,相当确定了 两人会进行会晤啊 那讲到这的时候,刚才跟大家提了那个问题 也就是你美国人凭什么啊 想让习近平来见你 凭什么跟你会谈 大家也得认真地想想到底凭什么呢 对不对 尤其是啊,有些消息只称王毅现在啊 去了美国,可能会为了中美领导人见面 来啊,来一个前期的啊 进行会谈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凭什么中国凭什么要见美国人呢 对不对 其实原因很简单,美国最近比较乖嘛 对不对,大家想想清楚这个问题 我知道啊,有些同学不乐于见到啊 这个中国跟美国进行会谈 担心啊,担心啊,生怕中国被占了便宜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怕中国被占便宜的还是怕中国占便宜啊 但是总而言之,咱们就,咱们就当啊 有些同学认为啊,可能担心会啊 中国可能会被美国人占便宜吧 对不对 但是的话 刚才跟大家讲了 美国最近表现比较乖 你得看到这一点 对不对 先问问题 然后再找答案 对不对 这个问题就是,哎 拜登凭什么啊 想要见习近平 他就能见呢 因为美国确实乖啊 首先咱们得记住 中美谈最有可能谈的一件事情 面上大家能看到的 那就是台湾问题 对不对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美国将如何表态呢 咱们先看一看 美国最近都表了什么样的态 尤其是咱们先梳理一下啊 拜登从上任以来 在台湾问题上都表了什么样的态 最开始 拜登啊 刚开始上台没多久 中美啊 博弈发展的越演越烈的时候 那个时候拜登曾经讲过 我们美国要保卫台湾啊 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跟大家聊过啊 这个新闻 拜登刚上来没多久 我们美国要保卫台湾 而且还提到 台独是台湾人自己的决定啊 对不对 台湾人自己选 要不要台独啊 这都是拜登曾经讲出来的话 对不对 后来讲什么呀 后来对不对 那然后的话就发生了一个大变化 来到了这个俄乌冲突 然后的话 基本上定型的啊 一个阶段啊 拜登又出来讲了 然后说的是啊 这个我们希望台湾海峡啊 这个和平稳定 但是我们反对以武力的形式 改变台海的现状 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啊 这个时候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这个表态啊 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 也就是从战略模糊 变得越来越清楚啊 从最开始拜登讲的 对不对 我要保卫台湾啊 台独是台湾人自己的决定 后来又收回到了 这个战略模糊的一种状态 对不对 然后又变成了 我们美国希望台湾维持和平稳定 台湾海峡和平稳定 然后反对以武力的形式 改变台海的现状 对不对 现在最近 对不对 无论是布林肯还是沙里文 尤其是沙里文和布林肯都讲的非常的清楚啊 台湾问题 美国人表的什么态 对不对 那就是 我们希望啊 这个台湾海峡 这个和平稳定 对不对 我们尽量的 美国尽量的避免 台湾海峡发生冲突 大家发现 美国人的这个表态 在台湾问题上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很好强强 好棒棒 好硬硬的 对不对 他那个啊 我们美国要保卫台湾 对不对 然后台独是台湾人自己的选择 然后变又回到了以前的战略模糊 然后又变成了反对以武力的形式改变台海的现状 反对武统 然后又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现金的啊 我们想要和平稳定 台湾海峡对于全球的经济都非常的重要 然后啊 这个这个这个啊 我们美国要尽量的避免台湾海峡发生冲突 美国是越来越硬呢 还是越来越软呢 我相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吧 美国人这个态度 所以说美国这个态度变得中国人越来越 哎 听起来越来越顺耳 虽然说还是看着你美国人讨厌 但是的话 美国人这个态度是越来越柔软下去了 不敢借着台湾这个问题上死顶了 那咱们应该怎么做呀 奖励一下呀 奖励一下呀 很多同学听到这的时候 又开始担心了 我懂我懂 我懂又开始担心了 啊 不能让美国人占便宜啊 让美国人占便宜出大问题 农夫与蛇 冬郭先生与狼 你不知道吗 老五 对不对 占便宜啊 那占便宜 你你你奖励他 你就给给他一口吃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你得奖励 你你让他吃饱了 你还怎么样驯化他呀 驯化 他是一个过程 不听话 那得对不对 那得拍一下打一下 你也不能一棍子把他敲死 对不对 然后不听话 你得啊 让他知道疼 然后的话 他听话呢 听话就就给那么一小口小零食啊 奖励你一个小零食 继续通继续听话 哎 再奖励一口小零食 他啊 完全听话 完全听话了之后呢 去吃狗粮 他能上桌吗 对不对 你能让他啊 这个山珍海味 对不对 能喂着他吗 永远不可能 大家记住这件事情 永远不可能 想要让狗上桌 跟人一起吃 做你的春秋大梦 对不对 这就是驯化的一个过程啊 很多同学就特别天真的以为啊 只要给美国人一点小利益 那马上呢 那美国就发展起来了 中国也没这个那么大的能力 大家得知道 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美债的问题 中国怎么帮他呀 对不对啊 美国自己签了那么多的钱 拿什么帮啊 奖励一小下 给你奖励一口 乖啊 然后再给他下下下一个命令 然后他再他再听话了 再奖励一下 这就是中美的一个玩法 对不对 包含最近你看一下美国在很多问题上 他不吭声了 菲律宾问题他吭声吗 对不对 然后韩国那边他吭声吗 啊 日本那边他吭声吗 最近表现的特别的乖呀 为什么呀 多想见呢 再说怪话 对不对呢 然后真见不着中国领导人 对不对 现在表现的比较乖 中国必然要奖励他一下 但是这个奖励呢 怎么说呢 不会奖励太多 大家等着看就行了 那对于美国而言 对不对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最多的表达 也就是一个中国政策 大家大家等着看 也不会有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变 但是的话 对于中国而言 肯定会压着美国人的头 在台湾问题上 也是啊 讲老话 什么话 中美建交三个联合公报啊 台湾 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 台湾问题的解决 要靠着两岸的中国人一起来解决 这是中美建交三个联合公报 对不对 然后里边的一些原话 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一看 所以这美国人把中美建交的三个联合公报 讲出来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目的啊 美国只要讲出来 重复了以前自己曾经说过的话 台湾问题的解决就近在眼前了 不过呢 大家也别着急啊 台湾问题是什么 台湾问题是驯化美国的一部分 这还只是个开始 刚才也跟大家提了 韩国 日本 美国还得继续来表态 大家就得知道 现在中美领导人见面 美国人绝对吃不饱 原因就在这儿 对不对 你不把韩国 日本第一岛链这些东西给我吐出来 中国会饶得了美国 对不对 你现在越有求于我 对不对 你越求着我 我这个价码 那水涨的船高啊 大家想一想啊 当年的天津三底线 对不对 到现在了 中美啊 来谈的一些东西啊 这个这个价码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说呢 美国现在正在被驯化的路上 美国人愿意被驯化吗 当然不愿意 但是这也是一种不得不的一种操作 看一看使用人币的交易吧 很多同学其实也都知道 美元是美国霸权的基础 都在美元是什么 是衡量全世界绝对大多数商品价格的一个工具 可是中国不一样啊 中国为什么不一样 中国是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要贸易伙伴 中国手里有商品 对不对 全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都要跟中国发生贸易 而且是中国还是他的第一贸易大国 160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 然后我中国只需要说上一句啊 然后的话啊 使用美元是吗 美元在我中国这有点不值钱 然后的话 使用美元原来成本10块钱的啊 一个东西 你得花11美元给我买 对不对 啊 什么你手上有人民币是吧 挺好 人民币是吧 人民币可以啊 那个什么啊 这个成本是10块钱的 我现在算你9块5人民币啊 那大家觉得美元的位置会不会受影响 这还只是中美翻脸 中国必然做的一件事情 没翻脸 中国现在怎么做的 没翻脸 对不对 然后咱们本币结算 本币结算 为什么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你美国人自己不争气嘛 谁让你天天加息啊 对不对 没完的加息 加息 加息来 加息去 结果啊 没有办法抵挡你美国加息的影响的一些中小型的国家 经济都出了问题 对不对 为什么美元全被吸回美国了呀 都吸回美国吃力去去了 对不对 这些国家手里的美元啊 减少了 没有办法进行国际贸易了 对于这些国家的影响极其的大 对不对 然后呢 怎么办呢 哎 人民币啊 我使用人民币 我使用人民币来结算 我手上没美元了 全被吸回美国了 那我用人民币来结算 人民币的国际化 它必然加速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哎 美国为什么要跟中国来谈 中国商的是美国的根本 大家把这东西看清楚 最近有30多个国家都开始使用人民币了 对不对 这就是中美博弈的一个未来 美国为什么 然后呢 心不甘情不愿 他也得来来跟中国来谈 这是一个核心的原因啊 然后美国这种态度 未来啊 会怎么样去发展呢 那看美国得拿出来多少好东西啊 刚才也跟大家讲了 台湾是第一步 日本韩国 那往后边排着呢 就在美国 能撑多久呢 能撑多久 看欧洲 今天跟大家讲法国的新闻啊 其实这个新闻啊 看起来跟那个这次中美的会谈没有多大的一个关系啊 但这个新闻有意思 这个新闻有意思啊 有意思是什么呢 法新社 这是美法国的官方媒体啊 法新社报道 中国社向瓦格纳集团提供卫星情报支持 这个新闻应不应 这个新闻应不应 对的 法国的官方的媒体爆这个大料 这可不得了 对不对 这个指控 那就是中国支持俄罗斯了 而且支持的还是俄罗斯的瓦格纳 然后还有照片 这个照片啊 特别的神奇啊 这个照片啊 边角还都是黑色的 感觉像是间谍 大家看过那种谍战电影吗 那种小相机 咔嚓咔嚓 就拍偷拍那种文件 就那种感觉 这个照片弄的特别像间谍的那种照片啊 但是啊 这张照片确实是 这个合同的照片 里面有啊 中国公司的公章 也有这个瓦格纳的这个章 所而言之吧 这个新闻啊 看起来有点像真的 有点像真的 可是我就想请问一个问题啊 你法国人什么时候得到的这个情报 什么时候拿到的这个照片 为什么现在 哎 给发出来了呢 哈哈 法国为什么现在发 大家想一想 对不对 为什么你不早发 啊 在俄乌冲突刚开始的时候 尤其是啊 他称啊 这个这个 这个瓦格纳 是在这个2022年11月15日 于北京云泽科技有限公司签了一个这个英文俄文的这个合同 对不对 然后双方有盖章 这样的一个情况 2022年11月15日的合同你什么时候拿到的 拍到的这张照片 对不对 难不成是昨天刚拍出来今天发出来的吗 当然不可能 法国为什么现在把这个把这个照片拿出来 原因很简单 没办法看到中美往一起去谈呢 大家得知道欧洲人现在什么样的状态 最近跟大家聊 比如说欧盟那边要发起对于中国的电动车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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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贴的那个审查 我之前跟大家解释过发欧洲现在为什么表现的如此的激进 尤其是法国带着头 为什么啊表现的那么的激进 跟中国看起来要死磕 不仅是啊电动车 包含这个光伏 他又要啊来加加征关税了啊 欧洲人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大家觉得呢 我之前跟大家讲了 原因很简单 对不对 欧洲人没办法容忍 美国跟中国走在一起 世界三大市场 新三国呀 那美国跟中国啊 这个走的越来越近的话 欧洲将会倒大煤 为什么呢 欧洲最弱最小啊 这是一方面 对不对 另外一方面 比如说像新能源啊 这个汽车行业 美国有个特斯拉 对不对 中国呢 那那大量的新能源的行业 欧洲呢 除了德国 法国是没有什么新能源行业的 如果说中美走在一起 那欧洲必然会成为那个被倾销的市场 在新能源领域 包括芯片领域同样也是如此啊 欧洲必然被倾销 那欧洲怎么办 只好做这种挣扎 欧洲人为什么 为什么要拉住美国 不要向中国来走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了自己的利益啊 尤其是俄乌这个问题 美国那边啊 这一次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差点又关门 对不对 但是的话又多批了一点钱 再撑几十天 在在批的这些预算里边 没有乌克兰 对不对 美国那边别看在那喊 拜登在那喊我得争取 我得支持乌克兰 我得争取预算 对不对 别看他在那喊这些 拜登这些人心里边都快乐开了花了 对不对 总算啊 总算不用再给乌克兰钱了 然后的话 美国这种表态 看起来要从乌克兰收手 尤其是在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上 拜登的讲话 对不对 乌克兰啊 我美国代表乌克兰 我最懂乌克兰 乌克兰最想用这个外交的方式解决冲突 他也不提乌克兰再继续的干俄罗斯了 结果欧洲人挤了 欧洲那边一定要支持啊 这个乌克兰一定继续给钱 一定给武器 为什么 欧洲人为什么不去解决俄乌这场战争 之前很多同学都在骂欧洲人蠢 骂欧洲人笨 他不是蠢 不是笨 他必然有背后的原因 对不对 包括我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嘛 美国借着俄乌冲突拼命的从欧洲人身上赚钱 不管是天然气石油 对不对 这个钱美国反正是赚了不少 那欧洲人为什么那么乖乖的被美国人赚钱 啊 他是傻吗 他没有利益 他干吗 当然不干呢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只有俄乌战争一直打 美国才没办法从俄乌战争这走开 美国如果脱离开俄乌这场战争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将会变成什么 俄乌这场冲突美国在支持着乌克兰之前 对不对 然后俄罗斯再跟中国保持正常的贸易 然后这样就形成了俄乌现在的这个局势 如果这场战争一直打 美国不走 美国还在支持乌克兰 那美国的敌人是俄罗斯 他同样也是中国呀 那中国跟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再继续的博弈 欧洲想赢马 最好中国跟美国互相的掐互相的打 欧洲是老三吗 这老三总算找着机会可以再当老大了 这就是欧洲人的小算盘嘛 美国人你千万啊 你千万别从俄乌这个问题测了 对不对 你千万别跟中国走得那么近 为什么呢 你们两个绑在一起了 我欧洲人去哪啊 对不对 我欧洲人将会被你们于取于求啊 哪一块欧洲人能强过中美 在哪一个领域是军事的 科技的 经济的 政治外交的 在哪一个领域 欧洲人能强过中美 法国人马克龙在在非洲连续的受辱 这个国家骂完那个国家骂 对不对 欧洲现在怎么办 只好寄希望于这种小手段 对不对 美国啊 你看着我还在支持俄乌克兰呢 你美国别走 对不对 这场战争还得打 然后呢 现在就出这种新闻嘛 你快看中国在支持俄罗斯 对不对 你看我这儿的间谍啊 这个合同我都拍下来了 对不对 合同我都给他拍下来了 工章 油工章 中国的公司跟瓦格纳 对不对 快快骂中国 对不对 不要跟中国来谈 这个时候新闻也就出来了 大家知道就是说啊 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是如何说的吗 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讲的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啊 首先啊 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啊 这个我不了解啊 这个有关的情况 但是呢 中国始终啊 对出口相关问题采取审慎和负责任的态度 并严格遵守中国的政策 法律和国际义务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中国外交部回的这个话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吗 就是说 我采取的是审慎和负责任的态度 你敢说我支持瓦格纳 是吧 你敢把这个牌给我掀开了 是吧 那我支持俄罗斯 那就是我最审慎和负责任的态度 不然的话 你让我付出什么代价 你法新社报这种新闻有什么用 对不对 有什么用啊 你能你能制裁我还是怎么着啊 你欧洲有本事制裁我 对咱们看看拼拼制裁 你欧洲撑得住还是撑不住 我制裁你欧洲 你以为美国人怎么弄你啊 就比如说欧洲 你要要在这个电动车啊 这个审查中国的这个补贴 对不对 啊 美国人什么态度 美国人在嘲讽你啊 而且我中国是按照我中国的政策 法律和国际义务上 做的这个事 没否认大家知道吗 中国外交部没否认啊 有本事你把这张牌掀开 对不对 然后要不然你制裁我 要不然对不对 嘿嘿 你好好的啊 你好好的承受这个就行了 你现在做什么新闻都没有用 法新社 这就是欧洲人现在的一个状态 急了 东美越要谈 欧洲人越着急 跟着就在这 怎么办 怎么办 欧洲人想的那种啊 中美互相恶斗 对不对 最好中美能够打那么一小仗 我欧洲 嘿嘿 真是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这个愿望啊 您就算了吧 您就了了吧 对不对 你看一下欧洲人 尤其是在俄乌冲突上的这个表现 刚开始 牛牛捏捏 对不对 然后他好像是被美国人牵着走的 就显得自己特别的好可怜啊 好无辜 就这种状态 对不对 然后呢 也是啊 配合美国人啊 不得已啊 不得已 美国人要给钱给武器 我们欧洲人啊 就给点吧 给点吧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美国人还赚我们欧洲人钱 你马克龙 对不对 还在那说小丧话 啊 美国卖我们四倍价格的天然气 去年冬天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昨天这把看起来欧洲人都特别的一个可怜 但是你欧洲人心里怎么想的 你以为别人看不出来 你在你在中国人面前玩这些 现在暴露了吧 现在暴露了吧 中美越谈 欧洲人越急 对不对 为什么俄乌冲突刚开始打的时候 美国人骂中国站到了历史错误一方的时候 你欧洲人不顶着来 对不对 怎么最近开始搞什么电动车的这个啊 这个审查 对不对 怎么最近开始搞啊 我要再次弄你的中国的这个光伏的产品 对不对 你中国支持俄罗斯啊 我有证据 我有照片 对不对 为什么现在弄出了这些 比了吧 哎 最真实的那个样貌出来了 你这个真实的样貌出来 你最害怕的东西暴露出来 那中美两个国家都会很开心的 为什么呢 你越怕什么 我们越做什么嘛 你越怕 对不对 我们越做 然后呢 你最不希望见到的那个结果就会出现 尤其是啊 欧洲人啊 那你什么还要在这个新能源领域搞什么这个贸易的壁垒是吧 我中国啊 再加上啊 这个小美啊 小美子 对不对 小美子 我们一起都觉得啊 这个自由贸易非常的重要 对不对 你欧洲 你要再继续这种贸易壁垒 一起联手收拾你 对不对 让你的产业起不来 让你的经济出问题 这就是欧洲的未来 大家等着看就行了 对不对 然后再跟大家讲俄国的新闻 普京啊 最近的讲话 硬话非常多啊 但是只跟大家讲这一句啊 普京他称我们俄罗斯啊 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西方所谓的秩序为殖民的思想啊 然后的话 普京讲这话非常的有意思啊 普京指西方 特别是美国 试图用秩序取代国际法 随意制定规则 要求别人遵守 这是殖民思想的表现 这不这不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西方人的那种 那种啊 那种傲慢与偏见吗 因为普京说了嘛 西方是时候停止傲慢了 殖民统治时代早已一去不返 对不对 傲慢与偏见 这就是西方 普京啊 跟我老五说出了一样的话啊 普京很棒 然后呢 就是说普京 其实讲的前半句话 非常的有意思吧 就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俄罗斯现在在展示良善的一个形象 大家发现没有 对不对 我俄罗斯非常的良善 我俄罗斯才是正义 而且我反殖民了 现在 普京我现在反了殖民了 对不对 咱们站了起来 然后压力来到谁那一头 压力来到欧洲人那一头啊 美国人这边 对不对 美国这边要跟中国这边来喊 对不对 尤其是在乌克兰这个问题上 在联合国人家自己都喊出来了 乌克兰要用外交的方式解决冲突啊 那剩下的事呢 乌克兰人自己去想 反正美国现在这个预算停了 也不给这个乌克兰钱了 那接下来欧洲人你怎么办 对不对 俄罗斯正义了 欧洲人要一直打 一直打 乌克兰能打得过吗 美国给钱给武器的时候 乌克兰打赢了俄罗斯吗 现在欧洲人你自己给钱给武器 那那就有热闹看了 对不对 那欧洲人未来怎么办呢 其实这个世界的趋势 大家基本上 已经很清楚了 但是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 不好说 但是的话 总认识对于中国的影响无所谓 为什么呢 看到欧洲与美国最深刻的那个矛盾了吧 你看似在说中国骂中国 中国什么啊 给这个瓦格纳什么提供卫星的服务了 你看似在聊这些 本质其实是欧洲与美国的利益没有绑定 美国停下战争 美国与中国谈对于美国有好处 因为美国人张着嘴等着中国给那个小零食呢 那个那一口奖励呢 对不对 然后欧洲人呢 欧洲人现在如果看到中国在给美国啊 那个小零食 那欧洲人的未来就会陷入一种境地 没有科技 没有军事 对不对 没有经济 沦为一个大市场 沦为中国美国商品的倾销地 这就是欧洲的未来 欧洲人最担心的一个事情啊 所以说欧洲人打这个小算盘 也能理解 也能理解 但是实力不济啊 就跟欧洲人当年 1840年干的那点事一样 大清朝实力不济 哎 揍 你欧洲现在实力不济 你活该 总而言之 俄罗斯都开始表现良善了 哎 乌克兰加入欧盟 欢迎 对不对 这话都喊出来了 欧洲怎么办呢 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改变 最大的改变 有可能就是欧洲人可能跑得比美国人还快 咱们等着看吧 反正还有一个月 一个来月 这样的一个时间 中美领导人会面 到底会发生哪些事情 哎 咱们一起等着看啊 好吧 今天这一期啊 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你会发生的事情 不停的 前面 没过来 那么 不停的 感谢观看